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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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玲 我是陳亞蘭 沒有 那個永遠 每天都在過年的 三不五十覺得說 最近很好這樣突如其來 又跌倒了 你說跌過繁星喔 對啦 他也是要稍微穿穿一下 才會健康 不一定要這樣摸掉 但是不要穿太大 大家會怕到 那一天在幹嘛 那一天 我躺在床上 然後看著他搖 看他搖 他說 一下子應該就過了 很好睡 真的還假的 就大家常常在搖 我們台灣人也沒在怕的 可是這次搖得不一樣耶 台北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還是你平常就是在搖 你在睡在床上 也是自己這樣搖 因為我的狗在抓癢 所以整個床一直搖 我們兩個會怕啦 老師可能會怕 但是其實地震在命理上 在運勢上 在流年上 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那我們就來請教一下老師囉 歡迎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湯振偉老師 老師好 還有白宇老師 老師好 來... 人生別向大地震 重建之路多艱辛 首先歡迎簡少年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老師這外套好帥喔 這個是製作人的 小大哥 你已經被震到窮到沒有錢買 沒有 他說他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我 就穿起來很挺 電玩的 對... 來接下來歡迎小夢老師 大家好 來接下來歡迎許勝美 大家好 好花喔 真的 你也好花呀 今天都是老師 每個 你只有我們三個不是 來 我們首先請教一下 簡少年老師 年初的時候 你曾經預測會有大地震 而且未來恐怕還會陸續出現 對 因為主要這個地震的部分 我們在年初是講過 它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是假年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講會容易太陽化季 然後太陽化季之後 會造成一些空安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在節目上的時候 我就去找到底 這個在天象上是什麼樣的變化 後來發現是跟太陽風暴有關 就是剛好今年的這個 2024年1月1號開始 是太陽這個閃驗最大的一個時候 那他們說太陽閃驗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太陽磁 讓地磁產生影響 所以一般來說在古代的時候 這種情況特別容易有大地震 所以就開始了 那這個週期是1月1號 一路到大概十個月 所以到今年的大概是 九月 十月的時候 會開始變好很多 所以大家 雖然說我們已經經過了 而且平安 那只是說我們一路到 這個九月 十月之前 還是要多多注意 因為這個太陽風暴的影響值 還是不斷在往下 這個是比較要注意的 所以太陽把它叫醒了 應該說太陽失控了 實力吸引 對 然後造成地質失控之後 就好像會說有什麼土壤異化 還是什麼問題 就像地殼就 就開始出現一個狀態 對 就像你講的地牛翻身 它要轉一轉 它還沒有睡到很舒服 它又繼續動一動 動到它最舒服的位置 才會安靜下來 就十月份的時候 就安靜下來 對 因為它應該是 越來越安靜 就從1月1號開始 會爆發 然後開始慢慢一直延展 然後越來越小這樣 然後再到秋天以後 會比較多主要時間 小夢老師 所以認為地震過後 台灣的運勢反而 會有一些不同的轉機 對 沒有錯 為什麼老師會這麼說 因為今年是農年 那農本來是陷於潛灘 它被困住了 但是經歷過這個地震之後 雖然會有些傷亡 或者是說政府有些損失 但是這個榮反而是翻身 地 榮出鞘 要加上說木星在5月的時候 會落入到 就是雙子座 就是風象星座 所以龍就飛起來 龍飛鳳虎 所以一開始 至少是說 今年台灣很像國運 它平平的 經歷過這個地震之後 整個會有變化 會有什麼變化 對 本來就是還好而已 平平的 反而就是龍就翻身 剛好新政府要上任 那這會有帶來 什麼樣的政治變化 第一個就是台灣 會有貴人相助 也就是說民主國家 慢慢的開始就會知道獨裁國家 它的一些手段跟方法 所以會有一些 比較先進的大國 的領導人跟大官 都會通過一些 就是對台灣好的法案 所以說台灣剛好即興落入到 我們的人濟公 所以美國 日本 都會跟我們更交好 然後更加的守衛台灣 所以我們可以恫嚇敵國 那第二個就是新政府 會有大刀闊斧的改革 會力除貪腐 為什麼 因為天秤座 就像獨立天秤座 就是有稱職 稱職代表是法律律法 所以你們對於一些不甘不敬的 就是不公平的東西 你們一上台就會開始 大刀闊斧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獨立跟臉 就看得出來 就是不浮誇 然後就是會 不浮誇但浮腫 有一點 對... 浮腫喔 是... 就是左邊有一點腫 那還可以圓巨下去 天啊 對... 那可能這個 可能要去吸打一下 對 那再來就是 第三個是 台灣的半導體 會突破新領域跟技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總統是風向星座 那風代表是跟風 跟隨潮流 你說新總統 對 新總統 天秤座 跟土尼哥一樣 所以就是你很難去捉摩 也代表是我們的技術 會被人家跟隨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的半導體AI的技術 可以深入到 我們台灣各個的領域 而且還可以超越人類的極限 會更厲害更強 那第四個最重要 就是中國接下來會開始施壓 那台灣就會慢慢地突破重圍 那還有就是美國11月 他們要選舉 對 所以我是覺得政治變數太多 假設如果是川普當選的話 我這個預告一下 我先不要說是誰 誰中 如果川普當選 台灣可能不會有那麼好過 台灣的總統是天秤座 風向 川普是雙子座 對岸的領導人是雙子座 全部都風向 然後三股力量就是會 加總在一起會很鬥爭 然後習近平是雙子蛇 那個川普是雙子狗 狗會叫 然後蛇就比較臣服 但是我很擔心是說 如果川普當選之後 台灣可能會被作為 利益交換的對象 他會一邊施壓美國 施壓中國 那是一邊要跟你談條件 那台灣的領導 有可能會被拿出來當籌碼 在談判 那如果是拜登當選的話 就沒有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頂多 就是說我們會 大家一起民主國家團結 但是川普可能就不一樣 那第六個 新建設會增加 台灣會變得很時尚 為什麼 因為總統是風向 風的執行力 它會很強 那副總統就是 獅子座 他是火 火就是熱情 所以我是覺得台灣接下來 十大的軌道建設會很多 都會蓋很多鐵道 高鐵延伸 還有機場也會 第七個是南北會均衡發展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天平就是稱職 所以說他不會說 要起向哪一邊 所以你慢慢可以開始看到 這是台中 高雄 東部 都慢慢開始有建設 就是台北跟台中跟高雄 不會很有差別 所以我是蠻看好 新政府上台之後 他所帶來的新契機 謝謝小孟老師 給我們這麼強的信心 是 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陳冠宜老師 青龍年的下半年 台灣整體運勢有哪些變化 我們青龍年的下半年 台灣整體運勢的變化 你看這個限度 就用五行的變化當中 每一年中去預估當中 它周期是什麼情況 你看 下半年可以說是龍光緩發 就是你要它緩發 好像比較難 它是緩緩的 感覺有發展 但是又亮不起來 緩緩的發 緩緩的發 就好像亮度又不夠 就微微的光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下半年 如果能夠努力地回穩 才是下半年 應該說台灣也好 或全世界也好的 一個最重要的功課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等你喔 從五行線就可以看出來 我每年我喜歡用這五行線來看 說我們青龍年的下半年 台灣整體運勢的變化 你看這個限度 這用五行的變化當中 每一年中去預估當中 它週期是什麼情況 你看現在我們現在是走到 到了四月 四月分的時候它還在三月 所以你看到三月的時候 它一直下滑下來 所以下滑之後它會到哪裡 到四月還是低點 四月低點因為四月以後 才叫五月了 這是要用龍力去看 我們在五行論的要用 盡量用龍力去推估才會準確 所以龍力的節氣當中 它走到這裡的時候三四月下來 所以到四月是在五月 五月台灣的總體經濟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就有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它要有總統就職 所以那這種狀況之下 它在這個地方是基本上 大家還是觀望的態度 這種觀望的態度當中 總統上來之後 他會有利多的消息 在利多的時候就會往上拉 但你利多往上拉 到五月的時候上來了 這利多的狀況之下 信心不足 因為可能在整體的 對外的宣傳當中 會有一些點子 講出來語言會有出入 那這種狀況就會引起世界隊 或以及台灣本土的 我們生意人經濟上 有一種不安定感 所以這種不安定感 就急激的到了五月的時候 急激下降 所以急激下降以後 你看到六月到七月 會掉到谷底 但是一個政治經濟 因為所有的經濟 一定會經過政治所影響 那這個政治經濟 它因為你要主宰一個國家 你要領導一個國家 它一定不能讓經濟崩盤 所以它一定會再創利多 所以到了七月 它就會再創利多了 七月是最谷底 七月利多的時候 大家放心 七月的時候開始 它會有很多利多往上拉 至少它會拉到平衡 所以你看拉拉起來 七月 八月維生 九月又維生了 但是還是面臨國際的歧視 所以有國際的影響 國際影響之後 拉不上 衝不上去 因為它一個點子出來 只要刺激台灣的經濟 但是台灣經濟 你能夠幫助它是有限 台灣太小 所以世界的壓力又過大 所以國外又有一些戰亂 國外的戰亂 國外很多國家都在選總統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整體運勢就受影響 所以台灣自己想要拉上 拉不上去 你看到了九月只拉半點 它沒辦法一點都拉不上去 那就又回來 又回到這個地方又重整 所以等於說第三季是很糟的 第三季我們可以講說 第三季在台灣的整理前 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要防止在第三季 不要去虧損掉 所以尤其玩經濟的人 玩經濟的股票或什麼這些 跟經濟有相對關係 這一段時間 解釋給老師注意了 特別小心 反主票 貨幣 外套都賠掉了 你看 就很少來的字賺翻了嗎 所以放心沒關係 因為到了十月的時候 你滴下來的時候 十一月 十二月 又準備過年了 又準備過年的時候 它又拉起來了 但是拉的才是沒辦法 只回到年初 什麼二零二四年年初 這種景氣而已 所以在這一年你基本上 我們可以看 從這個限度當中 最高只有到二級數 我把它定為五級數 它只有到二級數 跳不上去 這就代表國際壓力還很大 影響到台灣的整體的經濟 所以我常常見證說 在這一流年裡面 只以投資不以投機 你太過以投機的時候 股票很好 追 一追下去就死 一追就死 運勢就沒辦法拿好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全世界在通膨 電價上漲 所以萬物齊漲 所以我們老百姓的小確幸 什麼銅板美食 越來越縮水 以前一百塊可以買雞排 加飲料 現在只能買雞排了 一半 對不對 正美 有了雞排你還買不到一百塊 其實我們的賴政府商路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誰當部長 誰幹嘛 現在民眾不是那麼關心 大家關心的真的是 今年夏天很難過 我先形容一下 像我自己本身好了 我喜歡吃那種麻辣鴨血 大家知道嗎 就這樣一盒的 以前在我家附近 他那個麻辣鴨血裡面 通常就是有兩塊臭豆腐 加三塊鴨血 很棒吧 以前賣四十五塊 隔了一個月去買的時候 他給我賬到六十塊 這種賬服會不會太厲害了 四十五賬到六十 他到六十的時候 我不吃了 所以我最近也借了 可是他現在是八十 八十 現在八十一杯真奶 所以你如果真奶 加麻辣臭豆腐要多少 要快兩百 我們以前吃便當 以前差不多是 碰到了颱風過後 什麼青菜 什麼大家都欠收 你便當裡面 就會看到三色豆 對不對 可是最近好像沒有發生 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就看到便當裡面 就有玉米粒或者是炒豆乾 它就已經占了兩個菜了 就是玉米跟豆乾 你就知道他們也在降低 而且縮水 然後之前可能很多年以前 大家記不記得便利商店 有那種國民便當六十的 對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 有 好好吃喔 對 那一個便當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滿足 男生女生都覺得那個便當很棒 而且CP值很高 現在沒有這種所謂的 國民便當六十塊 然後裡面什麼都有很少 那我剛剛提到 光是一個 你只是路邊攤的麻辣鴨血 是這樣的話 像我們家喜歡吃外面的美食 有一個美式餐廳 算是比較平價那種美式餐廳 美式餐廳 有時候會帶小孩去 你過生日的時候 也會去那個美式餐廳 來 各位 那裡的義大利麵 過去大概三百八 一盤 你知道現在多少嗎 將近七八百 什麼 怎麼會 我前一陣子去 因為我好多年不去了 它最近八百 義大利麵 你把義大利三個字拿掉 它就只是麵 你知道嗎 它跟雜醬麵 你把雜醬拿掉 它就只是麵 價錢差這麼多 你還要吹冷氣 不是 你如果這一盤八百 我就去吃那種平價牛排 五百還有套餐的 對 是不是 你會有點吃不下去 然後過去我喜歡到美式餐廳 我會吃 因為我多半會點那個沙拉 上面有幾塊牛肉 現在發現它不但是五百多 五百二 但上面的牛肉就變少了 變成就是說 也許它帳幅不大 但是裡面的菜的內容會變少 對 這是一種 變成你要在家吃 但是我問各位 你能夠在家吃嗎 現在夏天要來了 你知道過去到夏天 有一種現象 我自己也覺得超報銷 全家人都不在家裡 爸爸下班以後 會先去什麼咖啡店或賣場 先吹飽了冷氣 到天黑再回家 你看有一個廣告不是說 你去哪裡 原來他是在外面吹完冷氣 再回來 然後現在你會發現夏天 尤其是放暑假的時候 你要把小孩帶去哪 很熱啊 在家 如果小孩在家 你是不是要吹冷氣 可是現在電費非常驚人 很多家庭根本沒有辦法負擔 大家知道 連那個烤麵包 做麵包的不是在抗議嗎 然後哪個政府官員 你跟他講說 叫他半夜烤麵包 你立馬幫幫他 是不是 有在半夜 坐麵包的嗎 你不了解我們的痛苦嗎 那現在很多家庭是這樣 白天的時間 我們就各自出去 像我 在這個攝影棚 待得越久 我賺越多 因為這個冷氣好棒 那如果是孩子放暑假 我乾脆就帶去那種 家具賣場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要去那裡 難怪家具賣場裡面 永遠都有人在沙發上睡覺 可是不會跟你沒有了 真的 沙發又有床 那不是請勿試坐嗎 沒有 通常那個大 有些人也是不小心 他只是試坐 試坐怎麼那麼舒服 都睡在啊 對啊 還流口水 然後睡一個下午 甚至於有那個大學生 他也不待在家裡面 他不到賣場的話 就到一般的便利商店 他可以在那邊坐一天 因為便利商店沒有要求 你一定要買東西 才能坐在那個位置 對不對 那你坐在那邊 就滑手機啊 然後上網啊 那一天就耗掉 因為我電費我負擔不起 我吃東西我負擔不起 我甚至買東西我也負擔不起 請問這個日子要怎麼過 這樣大家都會擔心耶 但是我們阿湯哥 能不能給我們信心 金龍年下半年 台灣的景氣可以有起色嗎 對 好 我們現在已經 談到下半年了 那之前我們談過上半年了 其實在二零二十四年 其實像剛剛冠宇老師說的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九孕 那九孕的話 就是九孕的第一年 那其實上半年有跟大家講就是 今年確實就是天災人禍 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下半年會不會好轉呢 其實我們還是要以 立春八字來看 立春八字來看的話 大家這個研究更有趣 大家有發現今年 因為我每次叮日都不講話 所以我最近叮日 前一天就會說明天叮日 大家注意 但沒想到最近的叮日 都伴隨地爭 對 真的 因為巨門心在嘴頭 說五行一直是屬土還屬水 說不清楚 但巨門代表管道跟移動 所以每次巨門化 就因為這管道壞掉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 這地面 可能跟土朗異化什麼有關 就會發生一些地震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九孕 那九孕的話就是九孕的第一年 那其實上半年有跟大家講就是 今年確實就是天災人禍 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下半年會不會好轉呢 其實我們還是要以立春八字來看 立春八字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五行它還是缺水的 所以龍年當中缺水的龍 就是龍困潛灘 所以整年來講的話 確實都還是辛苦依舊 這個確實是很難在短期間內 去改善它的 那如果下半年來看的話 那火呢八字裡面五行屬火 火力又不夠 火力不夠的情況下 下半年可以說是龍光緩發 就是你要它緩發好像比較難 它是緩緩的感覺有發展 但是又亮不起來 緩緩的發 緩發 就好像亮度又不夠 就微微的光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下半年 如果能夠努力的回穩 才是下半年 應該說台灣也好 或全世界也好的一個 最重要的功課 因為能夠回穩 就算是很不錯的 就成績了 所以下半年 如果以我自己在看這個 八字命盤來看的話 我認為其實辛苦還是很多的 那你說利多也好 其實說真的利多 我們未必抓得住 為什麼 因為整個八字是屬於深弱的 深弱又無財 所以其實你想抓 第一個沒體力抓 也沒什麼機會抓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第二個就要看一下 因為外環境的挑戰是不斷的 因為這個八字當中呢 都是格衝 你看喔 成虛格衝 隱身也是格衝 所以整個八字的這個基礎呢 還是不穩的 不穩的情況下呢 其實代表什麼 外環境的挑戰特別多 縱使你在台灣 你想要努力的回穩 可是外環境遇到了什麼 譬如說戰爭啊 像以色列戰爭 然後烏俄戰爭 根本都還沒有結束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不僅台灣面臨這個問題 應該是很多人都跟我們一樣 只是台灣呢 確實是很有福報 所以它不至於在說 外面的動盪 讓台灣的經濟整個很垮 不會 但是回穩有沒有機會 會有 要到什麼 在農曆的十月十一十二月 五行有水的時候 進入之後才會有財 有這個財的話呢 那這個回穩的機率就會很大 那夏天的話呢 是屬於火力不足嘛 其實照理講夏天火力要夠 但是因為巴士本身的火力不足 所以呢在夏天的時候呢 就像剛剛老師 官員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會有很多的利多啊 各方面的政策都會出來 確實那個時候會有 所以大家還是會看到一些 曙光啊 機會啊 跟信心 其實我們確實要仰賴一些信心呢 日子才會比較好過啦 對 但剛剛盛美姐講的 其實確實民生啊物資呢 都已經越來越高了 所以它導致於什麼呢 消費信心不足 那你知道一個經濟要好 消費力一定要夠 對 如果整個消費市場 都很低迷的情況下 其實經濟確實很難 在短期間被拉起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呢 科技產業其實還是 一直都會有創新的機會 可是呢 台灣畢竟還是滿多 是傳統產業的 但傳統產業呢 辛苦還是依舊啦 其實很難看到一些轉機 讓傳統產業可以再起來 所以這個狀況呢 也會讓很多的老百姓呢 還是會比較 苗苗 懵懵 苗苗這樣 所以我認為呢 在下半年當中 經濟的表現呢 還是不容易亮眼的 那當然呢 其實這是大方向 我們在個人方面呢 有幾個生肖呢 我們可以來把握一下 漂亮喔 對 下半年呢 可不可以由虧轉一 好 給大家一個獎金就是呢 龍年呢 有六個生肖呢 都還不錯喔 來 首先呢 第一名呢 恭喜生肖鼠老鼠的朋友 因為事業的進展呢 會讓你看見曙光喔 可能會有一些轉職啊 或是有一些斜槓人生啊 或是自己呢 想要多賺一點錢 所以工作上呢 你會有很多的發揮的機會 甚至工作有很多的斜槓人生 都會帶給你很多的財運喔 恭喜你了 然後生肖鼠馬的朋友呢 是轉為為安喔 心想事成 在鼠馬的朋友呢 就是 或許你現在面臨會到 可能有一些面臨到 健康的問題 有些可能是面臨到一些 工作上必須要 調整步伐的一個階段 其實鼠馬的朋友呢 上半年會有很多需要去 重整的一個時候 可是我覺得人呢 遇見一些 就是障礙的時候呢 就是看見機會 跟改善機會的 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鼠馬的朋友呢 我認為它是轉為為安 看見障礙不見得它是壞事 反而是讓你正視問題 所以也是好事啦 多去布局 就會讓你心想事成 那鼠雞的朋友呢 恭喜你喔 有貴人相助喔 所以呢 在下半年呢 你一定要記得 人脈通錢脈 就是呢 你要把你的人際關係搞好 不要去管別人閒事 然後也不要去講別人口舌是非 你廣結善緣呢 你的事業 財運的機會 自然就會有 所以祝福鼠雞的朋友喔 讚 好 那鼠雞的朋友呢 恭喜你喔 一馬心動喔 工作上呢 會有一些變動的機會 例如說你可能會到 遠方發展啊 可能搬遷啊 甚至於呢 職位的調動啊 這些呢 會讓你帶來一些 可能很勞碌的生活 但不打緊 因為這些勞碌的生活呢 給你開創更多的機運 所以鼠雞的朋友呢 下半年呢 你要多變動 多動 就會有錢 好 那鼠蛇的朋友呢 對 一喜擋山災 那鼠蛇的朋友呢 下半年還是要多出去 自己的健康 把自己的健康呢 體質調整好 那自然好運呢 財運也沒有煩惱 但是呢 鼠蛇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多去參加朋友之間 或家人之間的一些喜事 或是加油喜事呢 也會帶給你一些 轉念開心的氛圍 那鼠蛇的朋友 跟鼠蛇一樣 下半年呢 都還沒有 還滿有這種旅遊的運氣 那篤蛇最近也真的 常常在出國對不對 下半年繼續的出國 會讓你有帶動更多的財運 恭喜鼠蛇的朋友 所以以上呢 六個生肖呢 恭喜你喔 下半年可以轉歸為宜 真的 來 我們接下來請教你的 簡少年老師 簡老師喔 特別不一樣 他有點像神農長百草 他可以去嘗試各種的 各種的這個 投資管道 對不對 有賺有賠啦 對 問一下親老師 今年台灣的經濟狀況如何 好 其實我們在 連續幾年看下來之後 又很喜歡有一個叫 五運六氣圖的技術去看 因為是因為 古代的皇朝覆滅 往往就是根據 這個一天像天災啊 各種異異異常的氣候啊 就會造成一個經濟 或是一個王朝出現一個狀況 是 那五運六氣圖是特別容易 去反射出這種 各地區和它整體的 一個變化的狀態 那今年的五運六氣圖 是土運太過 那什麼叫土運太過 就是土的這個能量太強 會出事 所以相信大家 地震應該是很有感覺 是 那我們再結合 指揮斗數的太陽化劑 一起來看的時候 你會知道 代表今年 因為太陽跟火有關 所以今年是火異常 就像幾位老師講 火這種東西怪怪的 然後火怪怪 土又太大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各種的異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它整個五運六氣圖 告訴我們說 當土運太過的時候 一進到這個夏天的時候 火的能量的確是可以補東西 可是這個火怪怪的 怪怪的可能會被土吃回去 對 我們本來說 這個火會生土 可是它可能原本是生的關係 但是在土太猛的時候 這個火已經沒有生過程了 火可能直接是被幹掉了 所以一進到這個夏天的時候 它的確有些看起來應該要起來 可是這事情最後都會怪怪的 所以整個夏天的時候 我們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在這個火奇怪的狀態 甚至是土太大的情況 所以我們有幾個地方很注意 第一個 火奇怪會發生什麼事 火奇怪就意味著 跟陽光跟火有關的信仰 的這個國家 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 基督教信仰的國家 很容易出狀況 今天對他們來說 是很不好一年 因為基督教信仰 在成長的過程中 併吞了很多的太陽神信仰 那第二個就是 以這個太陽為後代 就是日本 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也一樣會在這個火怪怪的時候 繼續出現各種奇怪的問題 對 那台灣的部分 則是因為土太強的時候 結合這個地震 我覺得最近大家感受到 可能是都更的議題 會忽然間爆發 因為很多老房子開始覺得 完了 地震這個很危險 所以開始要都更 然後又牽扯到 我們對應的天干月份 你就會看到說 我們可能在經濟上沒有往上 但我們的房地產 既然開始有一個新的動能 然後這個新的動能 因為其他產業都受到 海外各國動盪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 海外的機會 跟很多油資進來 想要把它重新給做起來 但整體來說 那什麼時候會好呢 我們講土運太過 需要的就是 金氣跟水氣 來補這件事 但是我們剛剛講 因為金這件事 原本它可以洩一點 可是土太強了 這個洩也洩得不是很完整 所以到水的時候 可能是土慢慢下來了 然後這個冬天的氣出來了 就會比較好 也就是像這個老師講 就是冬天之後 感覺經濟還是會往上一些 而這個太陽 我們剛剛講 太陽黑子爆發的時間點 也一樣是大概在十月之後 大概是中秋之後 這個太陽才穩定 太陽一旦穩定 我們這些區域附近都穩定 那整個經濟體 就會比較往上了 現在要保守一點就對了 對... 那這樣講起來 那什麼紫薇命格的人 今年更應該保守為宜 讓自己吃好 睡好 不要想太多 平平安安 因為台灣在 就是八月的時候 水星逆行 會進入到火象星座 就是獅子座 那火太大就太熱 就會缺水 那八月的時候 水溢力會結束在土象 那土地很大沒有人跟 所以這是會有缺人的危機 那第七個 天王星要進入到土象星座 所以天王星代表是變速 所以央行在幾年 可能突然這些又升級 所以買房子的 你千萬記得要比較小心 今晚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阿娜這樣講起來 那什麼紫薇命格的人 今年更應該保守為夷 讓自己吃好睡好 不要想太多 平平安安 講到這個我是感受非常深的 因為我們三個裡面 我們家中兩個 所以第一個是這個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太陽星竟然畫 我們講太陽出問題 那很直觀就是太陽星做命的人 一定會出狀況 因為太陽怪怪的嘛 叫太陽畫技 這是最直觀的 那接下來紫薇抖出 有一顆星星呢 跟太陽星息息息相關 就是今天太陽星一爆掉 它就爆掉 就是巨門星 我就是巨門星做命的 你說命攻在太陽或者巨門 對...就是因為巨門星爆掉的時候 所以太陽爆掉的時候 太陽沒有光 巨門的光都靠太陽來借 太陽沒有光了今年 所以巨門就沒有光了 所以沒有光就會很衰 那我們自己可以帶光嗎 自己可以去拜太陽 可以曬太陽 自己帶光 要紫外一下 可能要曬太陽 對 那大家 這個研究更有趣 大家有發現今年 因為我每次盯日都不講話 所以我最近盯日 前一天就會說明天盯日 大家注意 但沒想到最近的盯日 都伴隨地震 對 代表因為巨門星在折抖 所以五行 一直是屬土還屬水 說不清楚 但巨門代表管道跟移動 所以每次巨門畫技 因為這個管道壞掉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 是地裡面 可能跟土壤異化什麼有關 就會發生一些地震 所以我現在這個盯日 不只是不講話 我還避免地震 我還做一些防範措施 那最後一個呢 最衰的是我兒子 我兒子是天象星做命 那天象星的特色就是 他的好壞跟巨門星有關 所以他就是一路壞有沒有 太陽壞 巨門壞 我兒子就壞 所以兒子就是被我 帶曬的一個角色 所以命功如果是做這個太陽星 或是巨門星 或是天象星的同學 記得今年多曬太陽 多拜太陽 躺平為上是比較好的 躺平耶 躺平為上 這都不要動 反正時間讓它過就好 然後人家講的什麼好投資 講的什麼好發展什麼 都不要心動 今年平安度過 沒錯 都會這個買在高點 賣在低點 買了就戰爭 來 現在請小孟老師 從西洋星座來看 台灣在經濟上 還有哪些要注意的 那第一個 因為我們今年的話 就是五月 木星會進入到雙子座 就是風向星座 總統也是風向 所以我們的台灣的國運 會望上加望 然後財運也會越來越好 那第一個就是 台灣出口到中國的經濟有沒有 會稍微有點下滑 對 但是這些缺口 會有其他大國來補足 這是先進大國 雖然有一些產業沒有辦法補 對 會有一些財源 但是這些財源的人 也會有其他的 就是其他行業來吸收 第二個就是 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 將會下降 但是世界對台灣的依賴度上升 尤其是先進大國 因為我們的半導體 AI這一塊 那第三個是 台灣的科技業能夠換取 更多新興國家的投資 尤其是像印度 像印尼 泰國 開始很多的國家都希望台灣 可以進到 他們的這個國家裡面去設廠 那這些國家也會想要來台灣 就是投資 所以新興概念股 未來會還不錯 因為以前 我們的人員就是石油 接下來我們的人員就是 AI半導體 那第四個台灣會是 大國與東南亞國家爭奪的對象 而且這種爭奪的對象 會是爭奪什麼 就是我們的人才 就是我們的科技的人才 因為接下來下一輪下一波 我是覺得全世界都會在進行 產業的升級 就是傳統製造業都會慢慢的沒落 都會以AI半導體為主 剛好台灣有這一些人 那我還看好台灣未來 下一波更好就是升級 對 就是醫療 那第五個就是老師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因為天王星進入到金牛座 所以天王星代表是一種 變動變革 所以台灣經濟會一開始 會先開始 上半年還好 但是下半年還滿好的 所以在520之後 大家都很擔心 這個總統就職 會不會影響到 經濟層面的變動 但是股市波動 它其實是很大的 但是我很看好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當 像聖明姐不是買了之後 就大跌 對 這個時機是最好的 但他個人 是 但是我是覺得普遍 如果說像這種戰爭 這種股市大崩盤的時候 是我進去的時候 那接下來 因為美國接下來選舉 所以它不會讓整個股市 大崩盤 所以我還滿看好是說 整個到11月股市 就是都還不錯 但是總統大學選完 美國我覺得開始就 怪怪的 開始有一些 該出去的什麼 就是人家說利空已經出境了 對 那台灣老師建議你要購買 AI類股 為什麼 因為就是台灣 就是AI半導體這關 還有軍工 因為接下來兩岸的問題 還是會有一些狀況 還可以投資的是 那個屬於醫療類股 那第六個 因為台灣在就是八月的時候 水星逆行 會進入到火象星座 就是獅子座 那火太大就太熱 就會缺水 那八月的時候 水一定會結束在土象 那土地很大沒有人跟 所以這時候會有缺人的危機 那第七個 天王星又進入到土象星座 所以天王星代表是變數 所以央行在今年 可能突然之間又升息 所以買房子的人 千萬記得要比較小心 雖然升得不多 但是買房子一定要買 買小不要買大 因為大的話總價太高 那小的話要跟著這個軌道走 小是多小 大是多大 大概室內坪數有沒有 大概十五到二十坪 對 因為現在都很小 現在什麼都縮水 房子也縮水 對 但是你買在軌道邊有沒有 比較新一點的 以後如果說房子增值 你還可以再去貸款 再帶出來再去做一些投資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錢 你就不要買 反正十五年後 少子化 房價是會跌 那第三波有沒有 那水溪逆行 就是在八月 就是水溪會進去到火象星座 第四波 塞溪也會進去到火象星座 就是射手座 所以今年來說的話 做吃的 做喝的 五行裡面吃喝 最好不要做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又漲工資 又漲店 然後原物料又上漲 對 所以如果做餐飲有沒有 就是你的利潤 就會下降 所以老師建議 今年都不要創業 如果要創業的話 就是可以跟人家 用合作的方式 那總而言之 老師覺得說台灣 只有兩個字 這是團結 只要團結 我們的經濟就會上來 謝謝小鳳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白瑜老師 他有從星象來觀察 哪些產業 現在是值得投資的 這裡我看的是 天王星和土星 天王星來看 我們就是從金牛之後 會到明年七月 會到雙子 這叫什麼呢 我們的經濟還很年輕 在我們的星盤裡面 從牡羊開始到雙羽結束 我們經濟還在前面 就金牛換到雙子這個階段 所以現在經濟還很年輕 大家不要擔心 現在所謂的波動 是經濟年輕到 不能把每個產業 或者是每個國家的狀況 全部總合起來 去健康發展 它還在邊碰邊撞邊發展 那從土星來看 我們是從之前 2020年的時候 是在水平 然後後來現在在雙羽 之後2025年 會到牡羊 這叫什麼 我們在整個權勢 或者政治 或者是很權威的東西上 它正在走向老齡化 它老化了 需要換血 經濟很年輕 但是掌握權能的人 又在老化 需要換血 在這種狀況下 大家就知道說 第一老的人要警惕 如果你已經作用很多東西 很可能 父親之下 什麼都沒有 那新的人 也不要覺得失望 現在房子也買不起 世代更替之後 發現有錢的 後面的人也有錢 那沒錢的後代 好像也無法破圈翻身 大家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看到 這兩個脈絡之後 就知道 我們要投資的產業 可能是科技業 科技業可以翻新 也很年輕 第二就是跟 綠色環保能源相關的 第三跟教育相關的 第四跟銀行業相關的 那這些為什麼 因為它都跟科技 開始結合了 只要跟AI科技結合的 然後結合的也比較快 比較順 能夠大量的收集會員 大量收集大家的目光 刷存在感 這些都是有很好翻身的機會 再來大家就是要 開始準備 旅遊業 或者是航海 船運 還有是跟戶外探險冒險 甚至是跟宇宙與航相關的 也開始逐漸放熱 這個慢慢的變熱 就是大家跟著馬斯克就好了 就是慢慢的變熱 所以這一塊就是 只要我們稍微能夠換血的東西 盡量提前準備 能換盡快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投資的產業 更多的是要看政治環境 經濟環境 或者說技術創新的調整力度 是不是我們在資源內 或者認知內可以把握的 如果這個可以把握 越高風險大家越投 如果不能把握 不要去蹚任何風險 反而是類似躺平 對 就是為什麼躺平比較好 因為機會成本太高了 不如把我們自己的主業先把握好 之後再換血的時候 我們知道隨時可以更新 這才是我們要優比的東西 所以這個產業部分 後面還可以蓬勃發展的 就是醫療 還有美容 心理 這些東西 還有蠻多的 我覺得是跟藝術 最後醫美保養行業 可能是不只是跟我們 就是女生變漂亮有關 就是還跟什麼骨頭 有一些骨頭的再造 內臟的再造 對 這些都有相關 所以這種創新科技 大家有機會還是可以去多關注 那如果他有上市的 大家在金融上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房地產的部分 我覺得先保守去看 因為房地產跟政治跟經濟 都是有關的 也跟大家的情緒有關 雖然說現在有什麼青年貸款 小房租可以有一波的小增長 但是大部分都是情緒性的 所以只要不是自住的話 這中間是不是紅單轉換率 還是我持房的那種稅務比重 可能還在高高低低 不可預測的範圍內 你可能賺的少 但是賠的多也有可能 未來土星會在牡羊市 2025年5月之後 可能會有衝擊性的政策出現 那如果是我們有所準備的人 或者我們容易更新換代的人 那很快我們就掌握到一些方法 把它就是快速的調整 快速的轉單 但是如果沒有的很容易被套牢 就可能中間會有戰爭 會有政府的更新換代 而且這中間也可能是內耗的戰爭 所以這中間我們要怎麼去把握 我覺得是短 小 快 靈活 然後長期持有準備 這些要同時體系性的把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大家想要投資的話 2024年靠投資賺錢的 這個論壇已經封住了 這個太點菜 什麼叫點菜呢 我今天想看許勝美上廁所 我用我的名字 我不能用你們錢的名字 我十萬 馬上賞金獵人就去想辦法 許勝美會去哪裡 她會去某個社裡頭 外面的洗手間 我可能就怎麼這麼賺 如果是大家想要投資的話 2024年靠投資賺錢的 這些星座他們的整個理論是什麼呢 太陽上升和金星大家參考一下 好 第三名 快點選我選我 牡羊 牡羊 了解標的的體質長線投資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牡羊 對 如果你有對一個行業 非常的熟悉 知道它的體質就是它的歷史 然後承接這些人的幾些權威機構 甚至未來發展的方向 建議你長期的累積 十年磨一劍 我們看第二名 摩羊 看到發展趨勢的風控專業 對 前面的階段 它一直在準備 然後它講的東西 別人可能好像有聽沒有懂 那因為這些東西 摩羊蠻會滴 蠻會挖一些深的東西 所以在大量變化的過程中 挖得比較深的人 他看得比較遠 所以風控管理比較厲害 所以大家對於投資一定是 對於風險你越了解 就像運動員 對於風險我越了解 我成績越強 所以不要說我可能錢少 人脈不夠 我的認知知識量不夠 我就不敢投資 不是 只要你對風險有認知 未來這十年甚至二十年 你的投資的技能 會越快地去發揮 那個投資回報率 這個是新的概念 這跟過去二十年完全不一樣 大家可以慢慢去適應它 可以選擇去學習摩羊的能力 那第一名 厲害 我們有鎮館之寶 讀琳哥 好 資訊觸手可及 相信直覺 直覺 你有什麼資訊 沒有 就手機 就手機 從手機獲得資訊就對了 沒關係 相信直覺 對 天平最大的直覺 是很會佈局 對 就是摩羯佈局 學東西 牡羊佈局可能就是了解 一個產業 然後一直準備 天平的佈局是人脈 且脈什麼 就都看好了 但是不動 就是了然於心不動 然後一旦發現 我可以狙擊的時候 一槍斃鳴 好穩喔 所以這個直覺是 一萬個胡思亂想 和很想動 但是想想還是收了 之後最終發了一槍 所以這個時候 天平對於精準的時間下 什麼人可以做 什麼策略馬上可以 有一個機會回收 然後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持續經營 這個時候 我覺得到今年年底到明年 天平會非常有感覺 有好吃的會跟你說 有好玩的會跟你說 只有好吃的而已 好賺的沒有好 有好康的也會跟你說 好啦 來 我們最近很多的新聞 是有關於這個 黃紫礁的新聞 再起波瀾 但黃紫礁 他都還在審理當中 那其中有一個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大家不了解的 就要問一下盛梅 扯出了台灣的N號房 我們一講 什麼叫N號房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跟南韓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這個要解釋一下 N號房這個詞是來自南韓 南韓跟台灣的N號房 操作模式都一樣 我告訴各位 這些事情其實跟我們有關 有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呢 就是成立這個論壇的人 是一個香港人 目前還沒抓到 這個論壇是這樣 你如果要入會 成為二級會員的話 先付九千塊 然後你就 每一支影片都很貴 一直一直買 一直買 買到某種層級 這跟你去買包 我們包的概念一樣 你就會變成VVIP 那VVIP的入門款 是14萬台幣 好像不多對不對 但裡面有一些 很恐怖的事情 第一 你要成為會員 是實名制 今天我要去買 那裡面的影片 我要告訴對方 我叫許勝梅 那我告訴各位裡面有什麼 爸爸媽媽 你要注意你家的孩子 為什麼這樣說 初級的影片呢 就是公廁 醫院 百貨公司更衣間 你知道我們有一堆 甚至有心理師他講過 他去那個 百貨公司更衣間換衣服 結果他影片 被流到網路上去 他就在裡面裝一顆針孔 就拍下來 這些偷拍影片 都在這裡面 你花九千塊 你買得到這些偷拍的影片 甚至於這個 台灣N號房裡面呢 有小學老師 有工程師 有軍人 有警察 裡面的成員 對 不是買片的 是賣片的 小學老師是幹嘛 他不就在學校裝針孔 妹妹們去上廁所 那個照片他就拿上去 影片拿上去賣 這是初級 然後如果是最高級是什麼 就是 十歲的孩子我抓來 我就虐待 然後底下我不好講 所有虐待的過程 就拍成影片 放上去 最後我告訴大家 你可以點菜 這個論壇已經封住了 不會有 這個太變態了 什麼叫點菜呢 我今天想看 許勝梅上廁所 我用我的名字 我不能用你們其他人的名字 我十萬 馬上賞金獵人 就去想辦法 許勝梅會去哪裡 她會去某個攝影棚 外面的洗手間 我可能就怎麼怎麼裝 那今天不會有人要看我 一定要看什麼啦啦隊 女神 誰誰誰 還真有人拍 好恐怖 這樣大家都嚇死 現在啦啦隊很紅的那幾個 都有被點名 都有被點名 所以這個裡面 全部都是犯罪的手段 那話說回來 只有這個論壇這樣嗎 不是 因為最近很多人在問我說 那演藝圈好 那什麼也不能這樣講 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 有一個 也上過我們節目的來賓 她呢 的狀況是這樣 結婚了 但是呢 因為條件也不錯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女生會很喜歡她 就會跟她在一起 是男生喔 男生… 然後她厲害的地方是 她跟這些女生在床上 她也會拍 那她拍下來是要幹嘛呢 她要自保 為什麼她通常男生都拿這個在威脅 拍了以後如果你跟我鬧 因為有些女生就說 妳要怎樣 妳跟她 或者怎樣 會鬧 妳敢鬧嗎 我跟妳說 妳有影片在我手下 妳敢鬧的話 我這個影片 她不會公開 她說什麼 我會把影片給我老婆 讓我老婆告訴妳 這樣女生是不是 馬上就打 那真是啞巴吃黃臉 好 就撞回去 那這樣的例子有好多個 所以有的時候是這樣 她是未爆彈 但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 好 這第一點 第二個一定要講 TV三劍客裡面的劍客 就那個劍 就是有一些男主持 就你知道有一些女生 就很喜歡跟主持人接近 那這些男主持人 會被我們媒體人視為 就是一種行走的廢落夢 這個是比較婉轉 直接一點講就是 走到哪 睡到哪 好 我講兩個 其中有一個主持人 男主持超有名 她代言活動很多 有一次她的代言活動 妳家現場都弄好了 然後辦這個活動 主要是辦這個活動的廠商 跟我投訴 為什麼 這個廠商是一個女生 她現場都弄好 也要請她來 她就是時間快到了 押現了 她才來到現場 喝得醉醺醺 那白天 下午的時間 你不是昨天再 又喝一喝一喝 一路喝到今天 然後她就來了 然後廠商 當然就會唸一下說 某某哥 你怎麼這個時間來 什麼什麼 有什麼關係 怎樣 那這樣 那我陪睡 意思就是說 我就跟你睡 來跟你陪不是 她用這種方式 然後這廠商就想說 誰要跟你睡 結果還沒完 這個活動結束 她在現場 就把這個辦活動協助的 一個小小的助理 就帶走了 跟小助理睡去了 就類似這樣 走到哪 睡到哪 她甚至於不一定是帶回家 有的時候在工作場合 她高興了 助理也好 甚至不太認識的妹妹也好 她就會這樣 那各位一定會問我說 從前面那個 很有名的來賓 到這個主持人 為什麼沒有爆出來 我個人認為 因為其實 受害者的手上 都有相關的證據 只是 什麼時間到了 就可能爆出來 小波老師不要問 小波老師問我說 她叫什麼名字 對啊 不能這樣問 你可以算 你不是會算嗎 對 你從心象裡面 就可以觀察出演藝圈會 陸續傳出負面消息 你不是會算 對 因為四月八號 剛好是天狗十日 而且那個天狗十日的時間 是在北美 那台灣是四月九號發生 那當天狗吞日的時候 它的負面 我們大家的負面情緒會非常的強 尤其在當日剛好 太陽落入到了牡羊座 所以牡羊座 跟牡羊座相關的東西 它就會非常的負面 演藝圈牡羊座的 對 是不是 就是那一位 對 是 所以 在當日的星象有沒有 就是只要跟牡羊座 有關進入到的行星 都會不好 對 譬如說 當日太陽進入到了牡羊座 金星入到了牡羊座 還有水星逆行進入到了牡羊座 這三個行星進入到的角度 跟公位 象徵了什麼 象徵的是說 演藝圈接下來未來一年 會首當其從 對 為什麼 因為只要你用一些專有名詞 還有一些表格 有些精算數據 甚至有些統計數據 我好像就容易相信 因為你好像有認真準備 但現在就是大家要清楚 越認真準備的資訊 越可能是詐騙 那金星也入到了牡羊座 金星入到了牡羊座 還有水星逆行進入到了牡羊座 這三個行星進入到的角度 跟公位 象徵了什麼 象徵的是說 演藝圈接下來未來一年 會首當其從 對 為什麼 因為太陽代表是發光發熱 就是燈光舞台 就是演藝圈 那金星也入到了牡羊座 金星代表是美 愛情的演藝圈 的人最愛美 對不對 然後就是水星逆行 水星五行裡面算是講話 演藝表演 所以這三顆行星入到牡羊座的話 接下來未來一年裡面 在座的各位 因為你們都是明星藝人 除了我以外 所以你們都會發 我的身分大家都不曉得對不對 其實我是網紅 對啊 我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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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句話嗎 滿有趣的 不一樣 不是 我是網紅 所以希望大家業配來找我 對 我自我降級 那還赤露 沒錯 然後這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星象 就是第一個 演藝人員意外會頻傳 因為剛老師有講就是 太陽進入到牡羊 而且會持續一年 第二個 爆料事件更多 所以生命經營會很忙 你會聽到很多人就是 被爆小三 然後很多人來告訴你 那這個發生什麼事情 第三個就是身體狀況不佳的變多 有些人挪矮 離矮 對不對 然後第四個是攻擊事件變多 像我們 攻擊 像我們這網紅圈的去攻擊 演藝明星界的 演藝明星界的去攻擊網紅圈 對 會有這個狀況 或者是說開始 就是政治也開始會有這些 這些大家罵來罵去 第五個就是演藝圈詐騙被掀起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投資實力被騙 或者是說有一些騙人的 會被揭發 第六個是逃射事件變多 而且還有一些逃射事件 會有一些爭端的 那都不怕 不會 很多人他臉皮是很厚 是 而且就是還有一些逃射的判決 接下來就會出來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 逃射判決的爭議會很大 對 這個是我對 接下來演藝圈的預測 謝謝小孟老師 來 翻譯老師請教一下 今年哪些星座的人 要小心有桃色風暴 真的 桃色運氣是很好 風暴就不太好了 對啊 所以如何去捷獄 對 太陽上升和金星 大家參考一下第三名 天平座 都是篤林哥 天平座 篤林哥小心 篤林哥小心 我這個桃色不只是感情 我覺得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喜歡你或者覺得看好你 說我們一起來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也要小心 就是我覺得這是天平座的 直覺有加分的地方 就是好多事情好像都是 東風待發 什麼都準備好了 草船只差借鑑了 這個鑑還就是不會發 所以這個直覺度要很提高 然後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對 不要相信別人的嘴巴 對 所以在這裡期待過高 是什麼東西 我被別人洗腦會變期待過高 尤其是我覺得感情 到了一個年紀大家還好 比較踏實一點 不會看那麼 尤其是賺錢的部分 對 尤其是賺錢的部分 因為現在賺錢的地方很多 花樣也很多 然後錢洗錢 不同金融產品包來包去 這種方式就是會讓別人覺得 只要你用一些專有名詞 還有一些表格 有些精算數據 甚至有些統計數據 我好像就容易相信 因為你好像有認真準備 但現在就是大家要清楚 越認真準備的資訊 越可能是詐騙 所以這一塊不只是天平 只要有這種賺錢 急需賺錢 或者渴望賺錢的人 一定要小心了 越整齊的資訊 越要小心 這可能是會變成你就是感情 或者是金融狀況 最大的漏洞 好 第二名 牡羊座 像黃子嬌哥 太陽上升都是牡羊 好 急切渴望 精神壓抑 通常在感情上 或者是投資各方面 大家要特別注意 如果我非常的守道德 我們要適時的去發洩 這有點像大家減肥 我們需要一個正常日 就是有一天吃的不一樣 亂吃都沒關係 其他天我就好好的營養學 什麼什麼都來對不對 要運動 所以在精神上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不是說你想要當個好人 你就要百分之百 做好人該做的事 而是你想要當個好人 先知道自己的欲望在哪 然後在那些欲望的過程中 我哪些小欲望 可以透過小事情解決 然後那些大欲望 我就可以因為小小的解決 小小的發洩 而讓自己心情平衡下來 這也是去提升 我們情商的一個方式 很多桃色風暴 都是情商的問題 所以最終還是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要尊重和平衡 這樣就可以避免牡羊這樣子 就很急切的能量的人 可能會有 急切的桃色風暴出現 尤其是步輪之類的 我們來看第一名 雙左 自己趕快摸一下 少年 過於好奇 過於好奇 愛玩惹禍 躺平 對 躺平 少年老師是頭上有人管 沒差 我們在這個 對 在上班跟上床之間 選擇上香 對 對 對 我覺得很多人覺得說 我們迷信 上香這件事情不太好 但事實上我們有時候 精神的寄託 你可以透過買東西吃東西 真的有時候可以寄託到 某一個信仰上 只要不迷信都好 那這個過於好奇 大家就要小心 今年或者明年的這種 動態的變化 真的好多新鮮的人事物 會在我們整個圈圈以外出現 然後擠進來 因為大家都在整理 人際關係在整理 然後階層 經濟上的階層也在整理 有些人 你明明覺得高高在上 他怎麼就出現在我的人脈圈 我就好想認識他 認識他之後糟糕 好像他比較有魅力 好像我家裡那位比較沒魅力 是不是 這種出於好奇 愛玩 你就想說大家就是成年人 成年人的遊戲 這樣互動一下就好 不好意思 你越覺得輕鬆的事 就越有吸引力 然後就越容易變成真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要覺得 我們就玩玩而已了 很容易就會變成真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件事 所以人心是很難去被評估的 尤其在情慾或者情傷方面 所以適時地去發現 發現別人是做什麼樣的動機 才跟我們接觸 適時地在情傷方面去 多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面 不要把自己跟得好像怎麼樣 那最後就是我們要與其好奇 不如認真的去思考 我的人生 這樣的人可以當什麼角色 那樣的人可以當什麼角色 給一個標籤 這最簡單了 保證讓大家在感情 或者是人際關係方面 可以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 不要出錯 恭喜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我們接下來請教一下 簡少年老師 說龍年的夏天過後 我們在健康上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這是一個 土運太過的年份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 很多食安風暴的問題 就是跟腸胃是有關的 就是因為腸胃屬土 所以會對應的問題 好 那我們要看的是 兩個公衛 通常在紫微斗數裡面 它會影響跟你健康 比較有關的 是命功跟飢餓功 讓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紫微心 紫微心本身就屬土 那紫微心在命功 和飢餓功本命的人 因為基本上就是屬於 本身腸胃上 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通常紫微心的腸胃不好 是什麼 是吃太好 它就是吃得太油 太豪華 因為它是皇帝心 所以它就吃得像皇帝 那你知道皇帝吃久了 就會容易有這個三高的問題 對啊 然後它基本上又屬於愛享受 所以吃的東西 又是各種珍惜 稀奇的東西 但那種東西保存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今年特別容易出事情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來 我們來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在哪方面有好機會呢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五七三 二七一 六四四 三三二 三二五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天府心 天府心也是屬土的是愛師的 對 那天府心比較特別 天府心不一定喜歡吃珍奇的 但天府心喜歡吃什麼 吃那種 他覺得很有品味 生活感 他覺得很好 還那個CP值又不錯的 但是有趣的是 天府心的人喜歡去尋找新的 叫他吃一吃這個類香 他覺得新的口味 我也吃吃看 看起來很高級 容易被圖片給騙了啦 所以他可能看圖片好像很不錯 就叫來 怎麼這個狀態 然後他們又怎麼樣 比較精打細算 想說還是吃了 就一吃 身體就出狀況了 所以還是要很注意 不要被圖片給騙了啦 還是要看那個店家的 做得怎麼樣好不好 是 好 第三個是什麼 是聚門心啦 也就是我 我本人是聚門心的嘛 聚門心是什麼 聚門心叫病從口入嘛 那聚門心 因為我們這次食安風暴 也是在聚門畫季的年份 同時聚門跟天童心在一起的時候 容易有中毒 所以聚門心的人不是 吃到不乾淨的東西 是容易中毒 所以第一個就是 吃錯藥很注意 不要從食療變中毒 對 那這為什麼這樣講的是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怎麼樣 很多時候這個秘方有沒有 這個偏方什麼食療 就吃...吃想說會變好 但今年聚門心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哪根筋燒了 想說他就會比較燥 他想說我多吃兩... 吃兩倍會不會兩倍快好 那你有沒有拿到 菲姐的膠原蛋白 可不能吃喔 我真的怕我吃過 他想說我要皮膚變好 而多吃一點 所以就算大家要吃怎麼樣 還是要照上面的說明吃 因為我知道很多台灣的朋友 都不看說明書吃東西的 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看說明書 照上面寫的吃 比較不容易中毒 這是聚門心的朋友 好 以上三位 就是要請多多注意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請教一下冠優老師 哪些節氣呢 容易影響我們的健康 基本上在整年當中 每一個節氣都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因為節氣當中它就有五行 那五行它就有溫度 所以一年當中每一個時段 都有它的不同的毛病的爆發期 所以說我們看 容易影響我們健康的節氣 第一個我們常常講 二次節氣也都是一個氣的能量 那我們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會在什麼階段呢 第一個就端午節 端午節的時候 它容易什麼 皮膚 心臟 為什麼 端午節這段時間 就芒腫下肢 芒腫的時候 芒花 芒花一開的時候 它容易那個花粉出來 以後容易過敏 所以這段時間 就容易影響 我們就是在皮膚上的毛病 因為那一段時間花開 花粉散播 花粉散播的時候 那種夏天 要到夏天的那個花粉 到人體裡面 馬上就有過敏現象 所以皮膚毛病就會出來 那下肢 因為氣候轉熱 人的心臟就容易有 突然間涼 變熱的時候 心臟就容易出毛病 所以在端午節 第二個我們在農業 七月 農曆的七月的時候 是它什麼 陰症 腸胃症 陰症是什麼 就是莫須有了毛病 七月 晚清這次都來 七月的時候 煙清這次都來了 那七月這段時間之後 就是立秋 處暑 轉秋 轉秋 夏天非常熱 要轉秋 那種溫度非常不穩定 東西容易腐敗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它就是容易就 莫須有的毛病 因為你也不知道 吃到什麼東西 而導致的毛病 所以容易有陰症 就莫須有的毛病 所以也就容易有 腸胃上的毛病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第三個叫中秋節 在中秋節這段時間 什麼中秋節是什麼 白鹿 秋風 白鹿 對 白鹿秋風 中秋節這段時間 這白鹿秋風這個時節 白鹿漏水開始在喘 漏水開始在喘 漏水開始在喘 所以骨頭痠痛 整個空氣間裡面的潮溼 再換掉轉化為冬的時候 那個秋風的時候 就在白鹿出來的時候 那個鹿漆一直上來 整個空間裡面 整個環潮 所以回潮的時間 就那一段就最多 那這種時間就容易導致 就我們基本上來 腰酸痛的毛病就會爆發 所以這個會有種 那當然這個時間 氣氧一直在轉轉轉冷 忽冷忽熱忽冷忽熱 因為中秋以後就忽冷忽熱 溫度就要轉低 所以感冒 就很容易感冒 所以感冒的現象就來了 因為這一段時間 它本身溫度的變化太大 所以感冒時期 就在這個時間了 所以說在每一個時段當中 都會影響我們健康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一定要注意哪一個階段 都要去保護 事實上把自己隨時 不是說這個階級要注意 但是前年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請問各位做參考 謝謝菲老師的提醒 今年可能不太順 該躺平的就躺平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有好機會 來 我們來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在哪方面有好機會呢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573 271 644 332325 請上來老師 271 我也是271 選644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 332 332 573 573 來 觀眾朋友再一次 573 271 644 332325 644會出這種數字 應該有玄機 在哪一方面可以有好機會 好 來 好 來 1 2 3 644 4 2 好的 4 4如1 你知道嗎 4 4如1 OK 今天這個占譜很簡單 就是拚你的第一直覺 第一印象選定好 然後在未來這兩方面會有好機會 表示說你最近心裡想要的 而且特別有慾望的 那選到這個掛箱 你去努力就會心想事成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選到我們的325 現場沒有人選到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這個掛箱就是 人際亨通喜逢貴人 對 你想要改變你的人際關係 或是遠離小人的話 未來一個月努力把握 好好的廣節善緣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332 我們篤靈哥選到的 好 恭喜你 最近真的 對 什麼都不缺了 健康比較擔心 所以好好的去養生 可以改變的 躺平度 躺平 一切無事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 剛剛六四四很多人選 那我們先看一下573 好 573呢 有我們的 白玉老師 好 我選到這個就是 突破困境 職場順利 不錯耶 突破困境 事業的雄心壯志很大 突破困境 所以會越來越好 加油 保持努力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27 27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 小五 小五老師 這對兄弟 對 沒錯 好 兄弟黨呢 感情沒滿 感情沒滿 對 對 好 來一個月了 好 好好上香 好好上香 真的 要好好改善 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要好好的去把握一下 待會兒最近可能會有一些摩擦 好 加油 來 接下來是這一對姐妹花 順美姐跟雅姐 好 對 想錢想瘋了 崇溪入住 對 大家要多把握 要多把握了 好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謝謝 跟家人也太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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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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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